他是一名顶级的特工米斯特邦 此时他正在被幽灵党追杀 突然一辆汽车朝他怼了过来 老邦一个闪失 躲到了十吨子后面 车轱轱压过十吨 老邦成功脱险 这时对面又冲过来一辆小摩托 而身后的小汽车 则对老邦进行人体瞄边 老邦见状 拉起旁边的绳索一跃而下 老邦不愧是最强特工 从这么高跳下去 跟没在意儿似的 接着老邦开启了急速奔跑模式 但还是被小摩托堵在了巷子里 于是老邦一个飞扑 拽下小桑姆圈 接着三两下就制服了他 随时小桑姆圈却主动说 哥 是你媳妇透露的你的行踪 老邦一听 愤怒的一泡的自己给他撂倒 接着骑上小摩托 就炫了一把高难度车技 等到达酒店门口 老邦啪啪的进入酒店 然后质问媳妇跟幽灵党什么关系 他媳妇被问得一脸懵逼不知所措 老邦一看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于是出门便上了自己的专属坐驾 两个人刚一出来 幽灵党也随之撒到 老邦一个飘移 释放出无数个小地雷炮子 后车直接就被崩得火花四溅 老邦再次一个小飘移继续上路 这时媳妇不停地跟老邦解释 突然 他们被从侧面冲出来的车给撞停了 此时两个人已经被幽灵党给团团围住 对方二话不说 对着老邦的坐驾开始疯狂的吐吐 但老邦的坐驾可不是一般炮 那才根本不拒念 这时那个小桑姆券手持小冲锋枪 对准车玻璃的一个点持续吐吐 眼看车窗马上就要破坊 但老邦却沉浸在媳妇欺骗自己的愤怒当中 此时的媳妇吓坏了 邦邦 你赶紧做点什么吧 于是老邦立即打开了汽车的攻击模式 汽车大灯立即切换成冒蓝土儿的加特林 接着那汽车原地飘移 转着小圈圈 加特林则是叮叮叮 疯狂输出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接着老邦又释放出了白眼眼 趁着烟雾缭绕的时机冲了出去 两个人脱险之后 老邦把媳妇送上了火车 媳妇问老邦 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合呀 老邦却冷漠地说道 咱们以后还是别见了 媳妇听到后痛心万分 但也没告诉老邦 他已经还上两个人的宝宝了 时间一还来到五年后 这天 C勒阿的熊大和熊二来找老邦帮忙 原来那几天前幽灵党攻击的军方的一个实验室 盗走了实验室研发的高精尖武器 老邦一挺 又四帮别毒的幽灵党 于是便打算去弄他们个天翻地覆 热闹的舞会上 天花板突然喷涌出不明一体 紧接着周围的人满脸起嘎的 一个接一个就嗝屁了 舞会顿时乱作一团 此时老邦一脸懵逼 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是一款高精尖武器 DNR纳米机器 只要把猎杀目标DNR激活之后 他们就能精准地猎杀这个目标 幽灵党原本是要猎杀老邦的 谁知 这个科研老秃子趁机调坏了指令 他把幽灵党的成员的DNR全给激活了 所以除了幽灵党 其他人对小纳米都是免疫的 这时老邦看到了老秃子 老秃子见状撒压就跑 于是老邦拿起盘子 一飞盘就干倒了他 接着老邦的女搭档帮女郎 在口后面断后 这伸手 可谓是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经过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打斗之后 老邦告别了帮女郎 然后带着老秃子 来到CIR的熊大和熊二 谁知这个熊二是个间谍 他和老秃子俩人 早就被大魔头蚂蚁给收买了 蚂蚁的目的是 要用这个武器来毁灭人类 于是熊二趁机打伤了熊大 然后又将老邦两个人锁进了船舱 接着老秃子俩人驾驶飞机离开 并炸掉了船舱 而老邦才拼了老命才逃出生天 然后也 老邦来到了监狱想见一下幽灵党的头目 但头目提出 他只跟自己的心理医生对话 而他的心理医生正是老邦的媳妇小美 此时小美来到卫生间 往手腕处喷上纳米机器人 这个晚上其实是麻爷提前交给他的 麻爷与小美的女儿相威胁 逼迫小美用这个晚上整死幽灵党的头目 随之小美却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时老邦无意间拉住了小美 导致纳米机器人黏到了老邦的手上 接着头目告诉老邦 五年前小美并没有透露你的行踪 是我让手下故意骗你的 怎么样 现在你也体会到孤独的滋味了吧 老邦一听 愤怒地掐住头目的脖梗子 但很快老邦就松走了 然而此时头目却已经满脸起泡 起嘎的嗝屁了 随后老邦得知 这个纳米机器人一旦接触 将携带一辈子无法去除 好在他只对猎杀目标有效 晚会儿老邦来找自己媳妇道歉 在一番深情告白之后 两个人正准备落屁 这时小美的女儿突然来了句 妈妈 老邦这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姑娘 接着老邦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 马爷正带领着大队人马 朝他们干过来 于是老邦赶紧带上妻女 开车逃走 谁是半道 马爷的大部队就追上来了 紧接着老邦在一个右转轮 此时 敌方海陆空对老邦进行了合围之事 老邦则凭借着蛇皮走位 不停地躲避敌军的围剿 此时老邦瞅准时机 再按了一个左转舵 Tripper Q 为了躲避空中的直升飞机 老邦把车开接了丛林里 接着 把他的妻女安顿在一个茅草屋内 自己都躲在暗处开始猎杀敌军 这时一辆汽车冲了过来 老邦上去自己发榴弹炮 快着Q 接着老邦抽出汽车上的脚链子 藏在树上做了个陷阱 这时一辆摩托车刚好冲了过来 碰到脚链 直接 Tensor Q 这时蚂蚁来到茅草屋 直接带走了老邦的妻女 等老邦赶到时 蚂蚁已经坐上直升飞机走了 此时老邦怒了 你动我可以 你动我妻女我 必干你 于是他和黑门两个人 驾驶一辆飞行器 飞往了蚂蚁躲避的小岛 而岛上就是 蚂蚁制造纳米机器人的工厂 此时老邦两个人 已经偷摸地赶了过来 老邦利用佩戴的高科技手表 中断了监控室的所有监控 黑门则打开了探测仪 很快整个小岛的内部结构 便立马显现 接着两个人根据提示 找到了数以万计的纳米机器人 这些小纳米 一旦被激活 那将是毁灭性的 于是两个人在这里 安放了炸弹之后 老邦便去寻找自己的妻女了 此时这个小萨姆圈 逼迫小美喝下毒气水 小美则趁机把毒气水泼向了她 然后打开房门逃了出来 出来后刚好碰到了 寻找她的老邦 此时马爷抱着老邦的女儿 准备逃走 突然女孩咬了马爷一口 于是马爷便放下女孩 任由她自生自灭 幸运的是老邦两口子 很快就找到了女儿 接着她让黑门护送妻女先走 而自己要捣毁这里拯救世界 完后来老邦一路风驰电掣 解决完一个又一个小咔了蜜 接着老邦联系总部 让他们向小岛发射导弹 于是一个导弹 哭 咻 哟 便射向了空中 五分钟后 工厂将被移为平地 谁知道马爷就开启了导弹防护系统 老邦见状 只能与其展开恶斗 这时马爷是趁机给老邦注射了纳米机器儿 而这个小纳米机器儿 则是用小美的DN恶激活的 这就意味着老邦只要触碰其女 俩人立马会嗝屁 此时的老邦心如死灰 拿起枪就崩了这个瘪毒的 然后拖着重伤的身体 关闭了防护系统 接着老邦爬到了工厂的楼顶 用卫星电话跟妻子做最后的告别 妻子哭求老邦说一定会有办法治愈的 但老邦却说了一句 I love you 接着天空中无数的导弹袭来 一代王者Mr.邦就死 烟消云散了 I love you 啊